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 我是李医生 这个中风已经连续几年成为我国居民的头号杀手 引起中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其中一项就是叶酸的缺乏 根据不完全统计显示 每五个国人里面就有一个缺乏叶酸 而他们正是老中风的高危人群 如果我们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补充一些叶酸 对于多种疾病都有明显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首先叶酸能够降低脑处中的风险 还可以助免提高记忆力 预防高血压也是可以的 还有预防动脉硬化 另外降低心脏病的死亡率也有帮助 预防癌症的发生 预防老年痴呆 还可以呢 延长寿命 辅助治疗 贫血 那么就在我们的唱座上 我们呢 经常能够吃到的蔬菜里 就有一些含有大量的叶酸 还有的呢 被称为天然的叶酸 中老年朋友 可以呢 多使用一些 价格不高 营养丰富 适合的人群也广泛 您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第一个 豌豆 豌豆又名荷兰豆 这个豌豆的营养呢 比较全面和均衡 它呀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烫水化合物 还有维生素 等等 其中呢 每100克豌豆当中 大概含有 82.6微克的叶酸 中老年朋友呢 可以常吃一些 那豌豆 用来炒米饭 炒肉 配菜 都是呢 不错的选择 第二种食物 卷心菜 这个卷心菜呢 被称为天然叶酸 它能达到呀 240微克 每100克 在蔬菜当中呢 排名第二 是呢 孕妇必备的蔬菜之一 而且呢 卷心菜的营养丰富 冬季呢 皮肤干燥 多吃一点卷心菜 还能够啊 补水韧燥 滋养 您的肌肤 肠道也会 更加的顺畅 第三种 铜蒿 铜蒿的叶酸含量 为114.3微克 每100克 而且呢 铜蒿当中 维生素液 和甲原素的含量 较为丰富 中老年朋友多吃呢 还能够起到 抗氧化 和平衡血压的作用 常吃铜蒿呢 还有注意消化 第四种 鸡肝 鸡肝是含有 天然叶酸 最高的食材 每100克的鸡肝当中 含有呢 1172.2微克的叶酸 稳稳地占据了锡胃 而且呢 鸡肝含有 丰富的蛋白质 钙 磷 铁 还有心 等等 维生素A 也远远超过了 奶 蛋 肉 这个季节呢 中老年朋友 可以适当地吃上一点 鸡肝 更有利于身体的健康 但是 高血脂症 脂肪肝 高血压 和冠心病的患者 应该谨慎使用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你医生 在视频下方 点赞 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